嗨 大家好 我是人間貓 今天邀請到一個非常特別的來賓 你們有發現就是我背景不太一樣吧 因為我今天要來跟聲音教練Danny一起聊天 嗨 大家好 我是聲音教練孫維俊Danny 那我現在有一間工作室叫好東西人生工作室 所以平常是在做交唱的工作 那我們今天要來聊聊就是人生跟樂器之間的關係 尤其是管樂器 那這個系列呢 會有兩集 那第二集呢 就是我要跟歌唱老師Danny上一堂課 現在有點緊張 哎呀不用緊張 放輕鬆 放輕鬆 沒事的 Danny 我看到你的履歷上面就是不是只有教就是線上的藝人嘛對不對 你之前有教過那個好像是最佳新人獎入圍的振興 對對對 偶然的機會碰到的 嗯 然後你還好像還有跟就是很多家 他那是算是唱片公司一起合作嗎 就知道他們旗下藝人 對對對 嗯 然後我看到你不是只有教導這些就是 就是唱歌的歌手 我看到還有博物館的導覽員 對 對 然後還有顧問公司的講師嘛對不對 那你也是教他們唱歌嗎 還是是教他們講話呢 一起教 就是也有教他們唱歌 對 那在教唱歌的時候也會去處理他們平常生活上 工作上遇到的一些聲音的困難 可能他像那個博物館的那個導覽員 他講話通常會比較小 他可能沒有辦法傳得很遠 哦 對 對對對 因為他面對一群人嘛 對對對 哦 OK 所以其實說話的聲音其實是跟唱歌也是息息相關的對不對 對對對 哦 所以你在教學上就是會這兩個東西一起去提到嗎 病重算是病重嗎 應該是說他其實是用同一些肌肉跟同一些器官在處理的 對 那只是他可能在運作的方式 或是他運作的強度 力道 還有時間是不太一樣的 對 所以會把他們並在一起講 然後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學生可以在生活之中 然後不斷不斷地去利用同樣的概念來訓練聲音 今天想要跟這個Danny聊 就是人聲跟樂器之間的關係啊 主要是因為我自己的經歷的關係 就是我以前是學古典醫院嘛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想要創作 然後一開始只是創作這個想法 然後就沒想到就是讓我接觸到覺醒音樂 那我接觸到覺醒音樂之後才發現 他們很常會講的就是 你要試著把你要極限的東西唱出來 沒有想要因為這件事情 讓我跟我自己的聲音做結合 就是我開始發現 就是我開始注意到我自己講話的聲音 對 然後因為其實我也同時間有一個 就是我一直的疑惑就是我不知道怎麼運用我自己的聲音 OK 對 那在這個歷程當中呢 我就是不斷地去捉摸 然後有一天 因為其實唸古典音樂最怕的就是 就是我們很怕我們在吹跨界曲子的時候 然後我說 你這個吹法很古典 對 那其實對我們來說我們會相當的困惑 因為這就是我們一直以來學習的東西 可是我們的語繪裡面 就是不知不覺只能呈現這件事情 對 就沒有想到在就是我對就是自己的聲音 還有唱歌這件事摸索之後 我就有發現就是共鳴牆 對 這件事情 就是我開始有發現就是 就是原來你在某些場合的時候可以用某些共鳴牆去講話 那或者是你比較想要強調你自己個性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可能是喉腔胸腔的部分去講話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就是有些人在演奏樂器的時候 就是可能十個人演奏同一把樂器都會有不同的聲音 就讓我想到是不是跟你自己本身的共鳴牆有關係 對 因為之前不是也有人說就是 就是某些的臉型的講話聲音會比較洪亮 對對對 因為骨骼天生就有一些 每一個人的骨頭其實會有點象徵裡面 肌肉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對對對 會有這個關係存在 對 然後我就是因為這一件事情 讓我去聯想到說 既然說你自己的聲音可以有這麼多的變化 那是不是也可以用到樂器上面 對 因為我們以前在學習的時候 其實老師他都只會講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說你在吹樂器的時候 你如果想要讓聲音厚一點 給我喉嚨打開 有講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在想說 這其實就是有點在改變自己裡面口腔 還有共鳴腔的位置 對 然後就沒想到就是這一段的學習歷程中 讓我發現我可以就是我的音色上面就有更多的變化 對 就是我開始可以演奏不是古典的曲子 對 是因為這個而感覺到的 對 就是講話語氣 因為如果說講話語氣都可以有所變化的時候 其實在樂器上面你可以把這個東西套你上去 嗯嗯嗯 對 我覺得是蠻有幫助的 嗯嗯嗯 對 所以今天就想要來跟你好好聊聊 因為我還沒有真的跟就是這一個專業的人好好聊聊這件事情 嗯嗯嗯 好所以我想要來問問Danny就是你在這個你的教學當中的歷程 你有沒有遇過就是曾經有人是因為他對自己的聲音有更多的了解 然後進而去改善了他樂器的演奏的案例 其實非常多 就是這樣子的人 應該說會來學唱歌的人一部分就是因為他在使用自己的樂器 就是唱歌其實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的樂器 對對對 對對對 但是他不太像我們可能學鋼琴、學長笛、學小提琴是一樣的概念 我們可能會先從所謂技術層面跟所謂操作樂器的使用書名 然後來進入這個樂器的範疇 但我覺得這個世界在教我們學會聲音其實沒有這麼友善 就我們可能是透過 我們其實是透過環境來學習我們的聲音的 我們是透過模仿 然後來讓我們自己會講話 哦 不是太亮的 對 所以他可能就會迫使自己覺得 我應該要發出這個聲音才對 對 對因為這個世界沒有告訴他其他的聲音 哦或者是他很常聽西洋音樂的就是歌手 他就會覺得這樣唱歌就是王大 這樣才叫就是R&B或是 對 他就會想要Push他自己的聲音 對所以我們在學聲音的時候其實會很容易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你不太確定自己到底要模仿什麼 我到底要執行什麼 那很多很多東西都是模糊的 那這些事情其實他不太像是 像五線譜 我們有一些譜號可以告訴你說 這個地方我要怎樣 那這些東西的分類其實會有賴於你可能自己去發現 或是像是老師會告訴我們 所以就是說當我們每一個人在更熟悉自己的樂器的時候 其實會看 怎麼講 我們會更容易看到自己樂器的本色 那看到那個本色的時候 你會慢慢去改變比方說發聲也好 你的審美觀也好 或是你對於看待音樂的想法也好 其實是會潛移默化慢慢的改變的 哦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在了解自己人生的過程當中 在某某程度上你也更了解你自己 對其實是 而且你會伴有很多很多的不甘心 蛤 對因為可能你天生就想唱高音 但你的構造就是非常難練 不能到你 他就是難練上去 或是你天生就是一個極高音的歌手 但你唱不下去 蛤 那我們就會去開始發現自己 天生的一些優勢跟劣勢 所以其實有時候他是很像在學一些哲理 你知道 逼你自己不得不去面對這件事 你要嘛就是跟他對抗 然後自己最後受傷 你要嘛就是好好跟自己相處 因為他沒辦法整 你知道他沒辦法做一些什麼 呃鼻子加大啊或是什麼 不行 沒有這件事 微笑啊 哈哈哈哈 不過現在其實有一些聲音的手術啦 比方說什麼 真的喔 有一些什麼二拓寬啊 然後把後面拉大啊 那是讓你的共鳴腔比較多 對其實有這個手術存在 但一開始出現其實是為了要讓人不打呼 對 所以其實像鎮惡手術或是我們調整牙齒 它其實都是一種在改變共鳴腔的手術 嗯 對 那它多多少少會影響到聲音 可是你會建議它這麼做嗎 其實如果沒有影響到太多沒有關係啊 嗯 對 而且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話沒有不好 嗯 只是就是要 要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對 對 不然 不要盲從 在追尋自己的聲音的過程中 千萬不要盲從 嗯 不然會很危險 好 那剛剛Daniel提到的呢 就是你有觀察到你的學生 因為更了解自己的聲音 進而更了解自己 改善了他的演奏 就是樂器演奏上面 嗯 那你觀察到就是他在樂器演奏上 最大的改善的部分是什麼 嗯 我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我有一個 大概七十幾歲的學生 他同時除了學唱歌之外 他也有在學薩克斯風 嗯 對 那他現在在薩克斯風上面遇到的困難 其實是他不會抖音 哦 他不會抖音 他不會抖音 但是這件事情其實跟在唱歌上面 你會不會抖音是有相關的事情 對對對 所以他當他在唱歌上面 處理掉了呼吸的 這些調整的問題之後 他在薩克斯風上面也可以做到同樣的事情 你是怎麼幫他去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他原本不會抖音嘛 那你是怎麼幫助他去 嗯 主要是一些技術上的事 比方說 他可能原本在思考句子的時候 他思考的都是線條 但他並沒有思考到這個線條需要多少的氣息 或是他呼吸的吐吶的程度 深淺他沒有去想到 哦 OK 對 因為有些人他們會覺得吸氣就是吸到淡甜 但其實這整片都是可以使用的 對 而且後面還可以用 對對對 OK是這個部分 那你 所以你在教你覺得 就是人聲跟樂器之間的抖音 就是一樣的地方是在哪裡啊 一樣的地方其實就是在於 橫格跟小腹之間的那些運作 啊就是用肚子 哦對 因為我們唱帝的抖音就是用肚子去 老師都會教你就是肚子這樣子 對啊 是一樣的東西 其實一模一樣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呼吸輔佐肌群 其實是一樣的 他跟唱歌跟你延伸出去了 不管是管樂什麼的 他其實都是一樣的事情 對對對 那我就還有一個可以提到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在唱歌的時候 我們會很需要從日常生活中的講話也好 我們日常生活中 包括我們居住的空間的大小 還有我們平常說話的與人之間的距離 說話音量的習慣 藉由這些東西去提取 把他東西提取出來 放到我們在唱歌的表情上 哦 比方說如果 我沒有想過耶 就是居住空間的大小 還有跟人講話的距離 就是 嗯 這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如果平常我們講話 我們之間的距離 如果我們都住很近 你一定會日常生活中覺得 我可能不太能太大聲 不用太大聲或不能太大聲 他都會影響到 但像是 像如果今天你生活的房間真的比較大一些 然後你不怕吵到人 你需要每天都喊到三樓 那你可能平常講話就是大的了 哦 就是你每天都有練習 嗯 哦 ok 你說的是這個 對 所以是環境影響到的這件事情 那我們通常在處理一個學生 他需要找到自己的聲音的時候 他其實需要從這方面去找 就是他要去回想自己 在真的講遠的時候 他的音色他的共鳴他的氣息吐納會長什麼樣子 對 對 那我覺得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 我剛覺得這個學生 他先從生活中找到這些東西之後 他的吐納也順暢的 他也知道自己的共鳴長什麼樣子 嗯 他把這些習慣帶回到 他在唱吹薩克斯風的時候 嗯 對 那表情其實就會 好像開始漸漸的跟日常生活中吻合在一起 他就不是單純只是吹奏譜上面的那些符號 嗯 我知道你在說的東西 嗯 我自己好像也有相關的經驗 嗯 就是 對 就是我那個歷程就是算是 越來越了解自己 嗯 對 然後開始可以跟自己相處的時候 其實身體會比較放鬆 嗯 對對對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對演奏上也有非常大的幫助 嗯 雖然我覺得 好像在唱歌上更明顯 就是一個人緊張的影響 嗯 對 會更直接 超直接的 就你緊張的時候唱歌就直接 欸 對 對 因為影響到的肌肉更大片 對對對 因為你身體就是樂器嘛 可是演奏樂器好像相對來說 就是你緊張可能 會來會有呼吸上的問題 手抖的問題 可是真的沒有唱歌這麼劇烈 Yeah OK 我懂你的意思 嗯 好 那接下來想要跟Danny呢 討論一個也是我一直很 就是很好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覺得每一個人啊 他的聲音有一定所謂的 正確的共鳴嗎 嗯 其實這個問題我之前也困擾非常非常久 就是我會覺得他應該就是要有對跟不對的感覺出現 對對對 因為我們學過樂器都知道其實會有類似的想法 他才有辦法去左右我們或是去設定我們知道說這是對的 然後我們練習的方向是正確的 對 就是我們會想要找到一個方向 對對對 可是我後來因為我曾經有去過一些配音公司跟過一陣子的班 那配音 就是動畫配音嗎 對 動畫配音 戲劇配音 喔 戲劇配音 聽說戲劇配音就是已經拍好 然後演演員 然後你幫自己演員配音嗎 對對對 因為我當時其實帶著一個唱歌的人的思考 在看待這件事情 所以我在看配音的時候我會發現他們其實 主要是以吻合角色為第一優先 去使用他們的身體 去使用他們的樂器 嗯 對 那 這當我想到是不是 這是不是跟就不同文化的人 他們會不一樣講話或共鳴腔呢 是有就是是有相關的 就是個性先 有些人的個性他可能就是比較傾向用怎麼樣的 嗯 共鳴方式去講話對不對 對對對 其實他會很吃角色的設定 嗯 對 那通常也會這樣子去挑選配音員 比方說像是這個角色他就是非常活潑的 那你一定會去挑選一個類似的配音員的個性 對 但是在台灣的環境裡面是很多很多配音員們 其實他們是可以配很多不同角色的 對啊 對 所以我要講的事情就是這一個 嗯 我們每一個人在不管是唱歌或是講話 甚至是做聲音上面戲劇的表現 嗯 我們其實都不太會去以 這個共鳴才是你最對的位置 哦 對不會說你這樣子的音色才是對 應該說你整個身體 你能夠發出的聲響 嗯 都是你可以利用的武器 嗯 對 只是說每個人一定會有一個他最擅長的東西 對 對 比方說像我自己最擅長的可能就會是那種 比較高 比較亮 陽光的聲音 嗯 對那就是我 我不用學我都會 但是相反的 我需要去特別練習的就是那種 聽起來比較低沉 然後比較懶惰的 那就是我不太擅長的事情 對 可是我覺得人體的變化度本來就是很 它有邊界在 但它沒有這麼容易到達那個邊界 哦 就是你還是可以 就是就你這個本來 應該怎麼講 就是你最舒服的這個聲音 也許是中心點它 嗯 可是你可以試著就是再往旁邊再擴展一點點 對 就是上面下面下面這樣對不對 而且其實 有一件事情是 很多人都沒有找到中心點 對他來說 他的聲音其實應該要這樣子發出來 但他可能因為我們剛前面講的環境的關係 搞不好他小學的時候隔壁座的同學 他講話都長這個樣子 然後你就 爸媽教他講話的方式 對對 或是他隔代教養 他可能就會比較容易是比較老的那種 講話的習慣 這其實是會往下遺傳的 或環境中對他的壓抑也是有可能 沒錯沒錯 所以像這樣的情況 他會找不到所謂中間的聲音 嗯 對 那就必須要透過他去不同不同的情境 然後來使用不同的聲音情況 他才會找到一個 哦 這個聲音最舒服 然後由這個中心點 去往像你剛講的一樣 往附近的方向去做拓展跟探索 嗯 對對對 好 那差不多到這一集的尾聲 我想再多問你一個問題 嗯 就是呢 你會建議那些 他們剛開始要對自己的聲音 比較了解的人 他們可以做哪些事情 或是哪些探索 可以幫助他們 譬如說找到你剛才講的 那所謂中心點 嗯哼 我通常會建議他們唱耳歌 哦 為什麼 可以 可以 很有趣的事情是大家在模仿唱歌這件事情 很多是學原唱 很多是學原唱 比方說我們拿華語流行音樂來講好了 我們很常是聽到這個人唱歌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會覺得 我就要學這個方向唱 就算大家可能聽不出來 但其實你身體裡面的肌肉是跟這個人差不多的 除非你自己對於自己的聲音的使用非常有主見 那就是環境使然或是你個性發展使然的 對 OK 但耳歌 它沒有原唱 在你的大腦裡面 你只有架構 你只有旋律而已 還有歌詞 對 所以你會非常本能的使用你自己的聲音 來唱出這些東西 所以比方說兩隻老虎啊 茉莉花啊 或是哥哥爸爸真偉大 等等等等之類的 它其實是很直接可以讓你單純只有音高 單純只有歌詞 對 你不用去思考說我要使用什麼樣的音色 你不會去管任何的聲音座靠攏 懂 懂 對 因為它沒有一個非常特定的顏色或是個性在裡頭 對 然後再來我覺得要 如果是真的想要唱歌 或是你想要把自己講話找到自己的聲音的人 你可以念念看歌詞 對 單純念就好 不要參與任何的旋律 對 嗯 唸歌詞喔 我們可以現在實際上來試試看嗎 對啊 所以是要照它的節奏念 還是照我現在覺得的方式去念 先自然 你自己覺得怎麼念就怎麼念就好 好 像孩子那樣哭著鬧著 像大人那樣安靜沉穩的 我的高亢低落 高亢低落 有個沙漠在心裡 當 其實你講話在唱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覺得你的音色也是這樣子嗎 好像比較不像 你試試看 這是用我唱歌的方式嗎 嗯哼 哇好 哇要捉摸一下 像孩子那樣哭著鬧著 像大人那樣安靜沉穩的 好你唱唱看 像孩子那樣哭著鬧著 像大人那樣安靜沉穩的 我懂你意思 對 嗯你比較 你的確比較不是使用所謂講話的聲音在唱 喔 對對對對 原來是這樣 如果你要說你講話的聲音有沒有往哪個方向偏的話 對 你的確比較使用了比較多的假音 然後比較多靠投身的共鳴區域去講話 嗯 對對對 所以有時候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大家都會覺得 我講話聲音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中間的聲音了 但有時候不是 有的時候是環境使然把你往這個方向捏 嗯 對 但對我們的耳朵來說 我們就會聽到其實應該要再更下去一些 對或是有一些肌肉 因為這樣子講話習慣久了 所以他可能已經不太使用了 那我們要補足的就是其他的一些肌肉 那你覺得 我們現在實際上來試試看看好了 好啊 那你覺得我的聲音 就譬如說 我們先從講話的聲音開始好了 你覺得我還可以 怎麼樣調可以再偏我的正中一點點 好 我們試試看一些基本的東西 然後我們 踹踹看 好 OK 你幫我講一個 像 像 好 幫我把它變短 但是變急促 聽一次喔 原本的你可能講話是 像 是像 是西 拖了一些 伊 拖了一些 最後才到 安這個詞 OK 現在我要聽到 像 像 我要短快大 好 像 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 幫我講三次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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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這個聲音 比較不會有太多像像像氣氣泡泡的那種銀色出現 好 然後我們再試另外一個幫我講高一點點 像 像 像 哇 這個可能比較難 像像像 知道嗎 對對對 好 你平常在講這個音高的時候 你覺得你使用的身體的力道 會是長這個樣子嗎 呃不是 你覺得比較是什麼樣子 呃 譬如說剛剛可能是像 對不對 可是 我普通的時候大概就這樣而已 之所以如果我剛剛是這樣 普通的時候可能這樣 好 你講一下你平常講話的時候 但是是剛剛那個音高 剛剛那個音高是不是 是這裡嗎 嗯 是這裡 嗯 像像像 像 然後講三次 一樣是大聲的 對對對 像像像 飄一點點沒關係 好 像 像像像 對對對 這個東西 對 所以我們第一步其實是要先感覺到所謂的不同 哦 好 我們再去抓到所謂的中心 哦 哦 因為比方說我們剛剛講像像像的時候 其實是偏大力 而且我相信你平常不會這樣講話 不會 對 可是它其實就是代表著我們身體有在實力 或是我們在想辦法做出不一樣的變化 嗯 OK 好 那我們拉回來對照我們平常講話的時候 所使用的聲音也好 聽覺也好 身體感受也好 先找到不同的地方 然後找出他們不同在哪邊 可不可以摻一點點過去 摻一點點回來 然後有一個很簡單的小方法可以分享給大家 你可以試試看對著鏡頭 大概這樣子的距離 因為我們剛聊天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是以我們 具線化的距離來聊天 對不對 好 我們的攝影機後面其實有一隻熊 嗯 有一隻熊 這大概是幾公尺啊 一一二 大概是兩公尺吧 兩公尺 大概兩公尺 兩公尺的地方 好 然後先幫我講一個長線條的 嘿 試試看 來 好 熊哥那裡 嗯哼 哇 我先看看 嘿 很好 這是你自然講這麼遠的距離的時候所使用的聲音嗎 呃 你是說普通日常的聲音嗎 對啊 日常的時候 不是 你日常一下 就是我要跟熊講話嗎 那個距離 對對對 嘿 這樣 然後線條要一樣喔 要一樣長 嘿 嘿 嘿 對 大概是這樣是一樣的線條 哦好 對 長度一樣 然後你的聲音其實會跟剛剛 嘿 有點刻意的會不同 嗯 OK 好 對 那其實我們人呢 在判斷我們的距離的時候 他往往會加上一些紮實度 一些亮度 然後一些可能比較高的共鳴 你在長大聲 長遠的時候 之前 你會先吸比較多的氣息 哦對 對 這是我們的本能 對 這是來自於我們人類想要傳遞訊息 傳遞資訊的時候的本能之一 嗯 對 所以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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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不一樣的聲音 其實你都可以透過距離的設定 來激發自己的身體 長出這些聲音 就是我們所謂中間的聲音 它會包含著幾個條件 那第一個條件是 你會知道這個聲音 你發起來是輕鬆的 哦 它可能久的時候 你比較不會有那麼雅 或是很累的感受 對 OK 這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情 是你的整個發聲的肌肉們 他們有沒有在做一些共同協力的運作 我舉一些比較極端的例子給你聽看看 我曾經有教過一個應該是大概四十幾歲的一位大姐姐 她講話的時候聲音基本上都是這樣子的聲音 她可能這樣子在講話 她非常 因為很辛苦 然後她也不太有辦法 呃 講很遠 她講很遠也是這個樣子 但是 今天你現在 觀眾朋友們或是你在聽這個聲音的時候 其實 那其實就代表著 她有一些身體的機能沒有參與進來 每一種聲音 其實你都應該要從中心出發去探索個練習 比方說所謂肌肉協力的部分 比方說你的想法上面 你要非常知道 我不能只有這個聲音 我不能讓我的身體只有亮度而沒有厚度 哦 對對對 這個東西講起來可能會變成一集Podcast 對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我Podcast來聽這些東西 那個資訊會在樓下 自己去看 對 歡迎搜尋 就是這些 我Podcast裡面的內容 其實是 我覺得在上課的時候講 其實會有點浪費時間 它是一些很通俗 而且大家其實都可以很簡單理解的概念 對 對 但上課的時候說 會覺得好像還不如趕快幫學生訓練 對 就給他一些 畢竟如果說這個來的 上課學生其實他們都有一些基本該知道的事情 你會比較容易就是 節省他們的時間 沒有錯 節省彼此的時間 有一些如果沒有辦法 透過環境而累積的知識跟習慣 那可以在這檔節目裡面聽到一些 嗯 好 歡迎去搜尋 那你的臉書要不要介紹一下你的臉書是什麼 啊我臉書可以在Facebook上面搜尋 Danny Song 對但其實是 孫我姓孫 D-A-N-N-Y-S-U-N 孫瑋俊 聲音教練生活心得 那如果是平常習慣使用Instagram的話 你可以搜尋你是不是想唱歌 那我們今天的內容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為我們的影片按讚 以及分享給你所有對聲音有興趣的朋友們 然後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訂閱Danny的頻道 好那就這樣啦 下一期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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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好 go 嗨大家好我是眼見貓 嗨 對不起 對不起 啊 不緊張不緊張不緊張 好 就是我要怎麼從你剛剛說的這個兩公尺的這個聲音 然後去找到自己的中心點 我剛剛找到了嗎 你剛剛有啊 真的嗎 你剛剛有啊 哪裡啊 哪一個 which one which one Oh my